其实在我们看过这么多房子的格局之后 我们有发现三房两厅的格局 其实最适合一般的小家庭 三到五口的人数 但是如果今天三房两厅的格局 要放在大概30出头坪数的空间里 这时候格局的配置就很重要了 今天我们要告诉你 在这个空间当中 30出头坪我们放了三房两厅 那客餐厅的比例怎么样做 才可以让这个视觉上看起来有装潢的效果 同时也有宽敞放大的空间 林洋设计师用心聆听居住者 对空间的需求以及喜好 呈现个人专属的生活品味 我发现很多我们幸福空间的 忠实观众朋友 他们很想要装潢自己的家也有梦想 但是通常都是买完房子之后 预算全部都拨去买房子的 对 对不对 大部分嘛 对 但是今天我们要让你看到的是 它的这个空间 最吸引人的地方是六位数字 就完成了它整个空间装潢的预算 对 在我们今天再看到 其实刚好有这个机会 然后做到这样的两户 其实它是一模一样的格局 但是因为是在对面间所以是相反 方向整个相反 方向是相反的 那再来就是说 其实它这个坪数是35坪左右 那是我们讲的 比较标准的三房两厅 三房两厅 那我们刚刚有提到说 其实这是当然在装潢预算有限 就是大概六位数装潢预算有限里面 两间都是六位数字内完成吗 对 没错 但是我们另外一间的方式 是以系统柜为主 同样是六位数 但还是有一点点的差异性 系统那一间应该数字更漂亮 对 没有错 没有错 在这种有限的装修预算里面 其实我们待会可以看得到 这包含得到所有的包含到家具 可能灯具窗帘 这些全部都有包含在里面 所以现在我们要看的这一间 你说是以木座为主完成的 对 没错 我放眼望去的什么软件 硬体全部都含在里面 对 六位数内 对 没错 六位数 好吸引人喔 我先来问一下好了 如果照这样来看 三房两厅这一间没有动格局嘛 对 没有动格局 所以宫崎多久内可以完成 其实以我们现在的宫崎的话 大概一个半月以内就OK了 好棒喔 好 那三房两厅不动格局 这样标准的格局配备 怎么样让空间看起来是大 然后有视觉宽敞的效果 其实像我们第一个人不动格局 希望能够在视线上 还会视野我们的视觉感觉会宽敞更大的 其实像我在客厅的部分会做一点卧榻 套窗户这边就做一点卧榻 比如说我们现在坐在这边看过餐厅那边 它这样一个视线上是从窗台卧榻这边 一直延伸到餐厅的那一面过去 那一样相同的道理 从餐厅那边延伸到我们 但看窗外的时候 这样一个卧榻的一个效果的话 那其实空间就整个是拉大放大的效果出来 观众不要小看这个卧榻喔 这个卧榻做在这个地方可以让空间是加成放大的效果 其实把卧榻拿掉你会觉得空间 感觉没有那么多那么大可以用的地方 对对对 好那如果六位数以内要完成这个空间的装潢 而且你刚刚说过都是木座嘛 那在主要那种有装潢效果的那个预算 必须分配在哪些地方 其实像我们刚刚讲空间 你要去把它放大效果的时候 预算有限 那当然我们在基本的收纳柜 这些煮堂的功能性足够之外 我们还是要去做点缀 那通常重点上来讲 我会把它放在所谓的电视墙 电视的主墙面 对还有我们比如说餐厅的一个主墙面 那再当然就是我们一个所谓沙发的背墙 所以就是装潢的预算花在重点上 几个大的主要墙面 你家里就感觉是有装潢的效果了 对 好我们今天要带观众朋友听清楚了 我们要看的这个房子呢 没有动格局 一个半月的宫期 六位数以内完成的装潢 而且你现在看到所有的家具 寝具硬体软体通通含在内 这样的空间如果符合你的居家装潢需求的话 我们继续往下看